好了,又回到外匯輕鬆賺錢系列 今天會講幾項 第一,會講入市會用的指示 英鎊到10.20% 究竟會吃虎味呢? 答案就是會吃虎 如果你現在才說英鎊高高高 我是不是應該入市? 看你要來做什麼 如果你說純粹入市就來炒賣 那你就太遲了 我覺得遲了一點,可以去到很高 但直博率在底炒上的那段是最高的 但你說要來買英國樓 我覺得英鎊不是貴的 也可以叫做對槍 好了,今天的主題不是買來英國樓 而是買賣東西 即是英鎊、股票、蜘蛛等 有高有低的東西 來賺一些短期的錢 短期的錢可以短則一兩天 甚至可以長則 像這一次這樣 是坐了10個月的 那10個月可以賺多少錢呢? 那我最喜歡 是我說的 是會有backup 我自己真金白銀的錢 好了,這也是那句 九字頭這個專頁 拍片 教學給大家看 所以很簡單 裡面沒有做過太多交易 做了三個交易 買了一隻英鎊 買了兩隻股票 股票那些不要說 先說回英鎊 買了三十二萬八 在這個 九月那時候的 八點九、八點六 這些位置 大概 就是在 這些 不是這裡 大概這裡 就是我平均價大概在這裡 藍色這裡 現在就在這裡了 那整個月的升幅 是有25%的 那些貨幣限了25% 都在10個月裡面 都多的 那當然你會吃不進 我自己這裡 就是16.59% 那即是多少錢呢? 那即是 減一減 現在是10.22% 減回我的平均價 8.889% 即是1.3% 乘回 328622% 即是這個 這個交易就賺了四十幾萬了 那你說賺了四十幾萬 現在吃壺 那你如果再上 那怎麼辦? 那賺不盡的 所以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 吃了壺之後 應該再買什麼? 那就是今天那條影片 想帶出一個重點 即是贏一次是不行的 你要贏完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還是便宜 你就再買 再贏 然後又在頂上沽了 又再買 同意嗎? 同意嗎? 好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想 其實是 Yen的 但是Yen這個moment 是都彈了一些 所以下一隻我會看著的 就是Yen 看看它會不會回回 不破啊 或者破啊 總之不是這個moment 我稍後會說 indicator那裡 可以去 輔助入市 那這次就不是 currency 就是股票 好了 那我都說這個倉 是做了三個trade 一個英鎊 兩隻股票 兩隻都是一些爆升股 一隻未爆 這隻未爆 一隻就今天爆了 升了六成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未升完的 這個都要給我的師傅 我的師傅怎樣去 警告到這些股票 然後 之後 告訴你 但你當然要自己分析完 才去買 師傅都可以 錯的 那有空我們再介紹 我的師傅給你聽 好了 告訴你 你自己分析完 那你就買了 這個就遲貨了 大概你當兩個月 一些短 中短線的一些玩法 那明天我覺得 它有機會再 未走完 我自己覺得 自己看它的股值 應該還是非常值得買 所以 我就會沽走了 英鎊的獲利 從而就投身在這裏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麼 因為股票比較敏感 我不知道可否公開 但Anyways 你訂閱了 我明天再拍一段影片 去講這裏 但這隻就爆了 一些的了 所以你追不追一個 我都不懂得教你 但當然另外一隻就未爆 這些就反而是 再安全一點 好了 結論 這個戶口 最開始的時候 上年開的 270多萬 我入了 400多萬 賺了大概 多少錢 409 7000 賺了大概 8多萬 算不錯 所以我最喜歡 真的用真金白銀去講 我講什麼 是proven 不是我講完之後 那時候你再看我的影片 也會說 好像現在 我叫你再看我的影片 好 英鎊8.87 我又買了 9個月前 如果我純粹給你們看 8.87 我之前有買 也會說 沒什麼意思 因為 我又買多少錢 買一萬幾千元 我拍片出來 但我真金白銀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是要去分清楚 講話給你們聽的人 是自己講一套 做好少 還是講一套 都不做的 還是 行言一致 的YouTuber 我不是YouTuber 我是一個爸爸 最喜歡你 就是like 我和我女兒的影片 我女兒 八個月前多可愛 是戲子 多嬰兒 好 Anyways 那時候 八點八七 很有趣 看一些留言 我很喜歡看留言 就是讚我女兒 讚我兒子 那些 也很喜歡看到 這些留言 Just scan by your watcher With you good luck 英鎊會對一 蚊和和美感 Bitten 就會變成什麼 Zombie 英鎊不是 你一個人買 就可以回歸到 跌到一算 基本是 遲早的事 及早回頭事案 即是 待會你看完 indicator 你就知道 為何要去買 還要買得大些 現在就說一下 indicator 如何去輔助 大家去入市 第一個 就叫Super Trend 我先把所有東西 現在是這樣 你之前如何去輔助 去看入市 或者出市 Super Trend 是一個 去Exit的策略 好 你在這裡 indicator 打 Super Trend 有好多的 你自己選 基本上 Default Setting 可以了 例如你看Date圖 接著 這裡 沒有它的 有它的 基本上它轉Trend 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你就會看到 例如Date圖 來到這裡 它就叫你買 會滯後一點 因為它轉了 這個Trend 它才會告訴你 但起碼轉了 你會察覺到 如果你不是有這個 你來到這裡 你不 我當我遮住 遮住 遮住 你來到這裡 加上前面 來到這裡 加上前面 你就會幻想這裡 它會有機會繼續 下 但你有這個Super Trend 按下去 轉了綠色 有機會跌完 不一定 就像這裡 轉了 不一定 它也會再拆 所以不只是 用一個指標 好了 這是第一個 起碼你警告到 Trend 應該有機會轉了 好嗎 告訴你 現在是未完 我相信這裡 但我需要沽走英鎊 所以多點子彈 去買另外一個 更加直播率高的東西 我希望明天 可以在中午前 去拍到另外一段影片 講那些股票 你想知道 Time is sensitive Time is everything Timing is everything 記得按個Subscribe 明天出片 你就會聽到 好了 接著 另外一個指標 就是RSI 很多人都聽過 RSI 都要配合 不是單一用 當英鎊上年跌到這裡 RSI已經穿20 你想想多久之前 都沒有穿過20 就是幾多年 幾年才一獲 這是遙遙版 物極必反 這已經是日圖 再不是 weekly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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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去穿20 都是一個很久 對上一次 2015年 才是一個很極端的搖搖板 搖到一個位置 它可以再穿 但是一個位置 有機會要搖 搖搖板 看到 抽星回到這裡 是先的 接著是RSI 接著是Supertrend 好了 第三個 就是 ATR Band 是甚麼來的呢 STEMSOR FH True Range 不知道是Google 是甚麼 這個 按setting 我喜歡把它變成曲線 本身是一條這樣的線 是很難看的 很難看的 那怎樣呢 我設定 這個weekly有些誇張 可以回到 day 也可以 然後 那個input 通常是2 例如你炒一些短線 5分鐘 1個小時 這樣就容易 但例如Date 我可能縮短一點 1.5 總之它是 困住了這個架 正路 它就不會 好像這些 它不會去 穿之前這一格 不是這裡 就是上一格 對不起 這一支巴 這個1.5 上下的ATR 就是在這裡 下一支巴 它沒有穿這裡 又會退 突然間你看到 這支巴 的ATR 在這裡 是否穿了 是正常不會穿的 正常 除非它走得很急 它就會穿了 之前 總是穿這麼多 接著 下一支巴 會退下來 即是這裡這樣會 退 這裡這樣會 退下來 下一支巴 也有穿 但當然 反過來 接著 下一支巴 自己那邊也穿 就是很誇張 很誇張 很誇張 很少情況 才會發生這一個 那 就去做一下 接著就是計 Risk and Reward 即是 這麼恐慌 跌得這麼金 去買少少 Dollar Cost 買少少 買少少 它再下 不是捱一下 或者止蝕 這樣 不是贏 好嗎 但如果真的 被你打進一個底 這麼多年 才一次 穿ATR RSI 低於20 在日常圖 接著 這個Super Trend 跟你說 轉了trend 三樣東西 合起來 你就試一下 你試了 不用死 你不可以 就輸多少% 例如我8.89 Average 這裡進去 這個平均價 如果不可以 它下來 輸多少% 輸8% 即是我穿底打 輸8% 9% 你買股票 你買差價 你買英國的樓花 買貴了一個月 都不止買8.9% 所以那個直撥 我不是用9% 來撥16% 我現在贏了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 叫做以日代勞 Swing Trade 長炒 每年你才可以 Capture 一兩個 搖搖板的 高低位 的機會 但你要擺的錢 就多些 否則你 就不會說 你買一萬元 買五萬元 那就沒什麼意思 這個也不需要 用很大的槓桿 這個戶口 本身是270多萬元 接著買的 買的 貨 買的 英鎊 的貨 是 十幾萬 我買 特了少少 少少 儘量 一個簡單 不是高槓桿 非常安全的 一個 投資 這些可以叫做投資 不是高槓桿的 你可以叫做投資 高槓桿短時間 要非常之 時間 再準確一點 那些就要 炒賣 trading 好了 今天講到這樣 記住訂閱我們 如果你想聽聽英國樓 近期的視訊 我七月都未拍 那一段 七月英國樓的 update 是怎樣說呢 譬如現在英國樓 這個叫做 Bank Rate 5厘利息 英國樓是不是要大跌 還是英國樓很硬 不跌 定了 如果它不跌 也要繼續買 但不可能用Cash Buy 或者用便宜一點的按鍵 歡迎在下面 按連結 我每月都有些1.5小時 去分享英國樓的看法 今天講完這個 Indicator Super Trend RSI AT 我之後就會再講一下 Time Frame Margin 這些會用槓桿 或者一些短炒 短炒 就未必用人手 用機 那些機器 怎樣做一些 匯測 去看回這條 法規模 會否行 那些就會一直拍給大家看 但真的需要時間 所以大家訂閱了 按訂閱 留言 熱鬧 你喜歡聽些甚麼 我就去洩多點你想聽的東西 都未講 上次你就說英國再高一點 大家要移民了 是不是需要做Hedging 那些都未講 所以記得訂閱了 那些都不需要說 因為現在不是去到11 12 所以你現在10.2買 不是有槓桿 就買來去移民 那些 我覺得不需要做些什麼Hedging 但遲些 我覺得可能需要 OK 好了 這麼多條片拍完之後 我應該會講一個 叫做必贏的策略 這個Reward比Risk 而你做到5-5波 其實已經是長贏了 但怎樣有一些 將Reward降低 但是將Risk減到0 大概 那大家有沒有興趣聽這些呢 有興趣 就在下面寫著 comment 寫著必勝策略 這樣 我拍了這麼多集 在大結局那裡 我就會分享這件事 OK 好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按讚 還有看1GB的影片 OK 謝謝大家 拜拜